我想再次强调指出 美方向家方提出的引渡的这个请求 它的依据是声称华为可能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法案 如果美方以所谓的伊朗制裁法案为由 来对中国公司的高管采取无理的行动 从根源上来讲 既不符合国际法 也不具备任何正当合理性 那么它的行为是高度政治性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科技霸凌行为 而且真实目的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只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遏制中国的正当的发展权利 我认为国际社会的有识知识和正义的人士 都应该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 你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呢 我很愿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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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